国家主席习近平在7月1日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 青年发展,则香港发展 青年有未来,则香港有未来 习主席也很关心香港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希望创业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 特殊政府将务实有为 不负人民 把教育和青年工作视为施政重点 创造更多机会 让青年投身建协国家 建协香港的行列集中 并遍丽香港青年到内地就学 更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随着国家高速发展 积极朝着发展香港成为 过去创新科技中心的目标全速迈进 同为香港和国家的科研领域 开创新片家